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沈英杰和老蔡果然带着戴穗昌进了城,为了掩护戴穗昌的身份,还让王莹与他假扮夫妻,谁知反而节外生枝惹出许多麻烦。 港村查出戴穗昌的把兄弟陈崇白为其保管了一个手提箱,盲派宪兵队赶往附近茶馆抓捕陈崇白,机灵的陈崇白却找了个替死鬼青杠头来与戴穗昌接头,即被鬼子控制住并设下陷阱,提箱不翼而非,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陈崇白临死前想起他昨天曾无意中将提箱的事告诉过妓院的相好玉儿,但玉儿既不知道藏匿的地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沈英杰等人只好先到地下武功队的秘密联络点营门客栈住下商量对策。 转过去! 本以为捡了个大宝贝,没想到是个祸害啊。 这是请身容易送身难,现在想还都还不回去了。 这东西是个烫手的山芋,一定要扔掉。 往哪儿扔啊,这满大街都是鬼子。 往常这个时候,一皇院可热闹了,登宫九月表可英门,可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 鬼子刚扔到,谁还敢来啊? 里面好像没有人啊,这怎么找妓儿的线索。 先进去看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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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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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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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下手来 我们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把枪扔掉 小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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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小鬼子 小鬼子 李宗盛 好险哪 一虹院里居然有鬼子 如果玉儿被抓 鬼子追查到了蹄香 就不会还在一虹院里生埋伏了 看来他们也是下猫捉耗的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嗯 先回去再说 走 上集要求我们后天早上八点钟 必须赶到军部开会 而且要带上戴上戴岁昌和那批绝密文件 而且要带上戴岁昌和那批绝密文件 至今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我们后天一早 要到达军部的话 明天午夜之前我们就要出发 还剩下一天的时间 来得及吗 是啊 这次会议就是研究 如何粉碎国民党亡固派 第三次反共高潮 戴岁昌和这批绝密文件 至关重要 我估计他们遇到麻烦了 你立刻给苏城地下党发电 询问他们进展的情况 另外转告他们 明天午夜我要离开湖山镇 过时不后 是 还有 你去转告沈英杰 无论如何 要把戴岁昌和那批绝密文件 给我带回来 是 黄司令起电 好 黄司令说什么 黄司令明天午夜前 离开湖山 要咱们务必带回戴隋昌 和那批文件 过时不后 这么开玩笑的吧 只有一天的时间 任务这么急 我们能完成吗 我还以为 这次到苏城来取体箱 小菜一碟 没想到这么困难 你们先休息吧 我出去 讨讨见 走 怎么还没睡啊 我床上躺着狗汉间 我怎么睡啊 你才忍忍呗 又不是让你装一辈子的父亲 就一天了 一天我都忍不了了 沈英姐 你太狠心了 我怎么了 你就那么想 我跟他撞夫妻 就那么喜欢戴绿帽子吗 瞎说什么呢 那我当然不乐意了 什么绿帽子 我有那么虑啊 我看 反正你是挺不在乎的 那好 那今天晚上 我就跟戴绿昌 假期争作 回去我就嫁给他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婚姻恋爱自由 你管得着吗 那是个臭汉奸 你疯了 汉奸怎么了 汉奸也是人 我有信心 我能把他调教好 带罪离宫 我不准 你为什么不准啊 因为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喜欢你 霸道 我就霸道了 对不起 我刚上了个厕所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啊 不好意思啊 他是谁啊 你认识吗 隔壁的客人 时间也不早了 乖乖的 赶紧回去休息吧 不 我还想多陪陪你 好 哎呀 你说 鱼儿和那个蹄香 到底在哪儿呢 以下事件 发生在第七天 你 那个鱼儿藏在哪里 你饶了我吧 我真不知道 你得 打他地不到事 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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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了吗 是 你弄了吗 是 杰杰 你确实知道 你弄什么 你弄了 你弄了全都 你弄了 你弄了 你弄了全都弄了 是 不能不去上 站长 尚风几电 站长 尚风什么意思 尚风说 怕咱们搞不定那个呆随昌 特地从上海嫁来个渡察员 督导咱们 这分明不信任咱们吗 我这一上任 怎么就遇到这么个烫手山芋啊 丁站长 阿贵 找到戴随昌了 没有 不过日本人有大动作了 说来听听 他们昨天封了一红院 把人全都抓走了 扫黄 扫什么黄 听说他们是在 追查一个叫育儿的妓女 日本人看上了这个育儿 要慰安慰安 站长 你怎么还不明白 鬼子后来又去了广府寺 把那个寺搜了个底朝天 还抓了几个和尚 日本人对禁女和和尚都感兴趣 越听越糊涂 站长 他们这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日本人也在找戴随昌了 而戴随昌跟妓女和和尚都有关系 站长 我怎么夜天糊涂了 阿贵 马上召集全部的兄弟 分别暗插苏城大大小小的客栈和旅馆 一定要赶在日本人之前 逮到戴随昌 是 快去 我也过去 糟了 天亮了 再睡一会儿吧 你张什么急呀 你不知道 我不把这个货还丢掉我心里堵的话 快去 阿拉这一宿就不用睡觉好不好 我为了看守你 我还一宿没睡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 一日夫妻一拜日恩 你要把阿拉 适合适合了 阿拉可以告诉你一条 阿拉能够找到 月儿的重要线索里 你有线索 我还想知道的话 就献给阿拉 柔柔街 在你那边 在这儿 沈科长 沈科长 有什么重要线索啊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 那要不要阿拉帮你揉揉煎 捏捏背哦 不不不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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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科长 这个样子 这个月儿啊 她在这个仪供院啊 有个好姐妹叫东梅 她们两个人无话不说 前些日子呢 这个臭娘们葱娘了 她肯定知道月儿的下落 东梅住在什么地方 听说是坐在城南 她老公姓汪 开了个店铺呢 叫慧元祥 你没记错吧 没有 那个小妮子啊 长得蛮彪子的 腰细腿藏 皮肤白 算得一口无脑 好好好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王阳 喷住他 是 四哥早 坐下 坐下 要不要坐坐街啊 客官 慢走 慢走啊 客官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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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小心 客官 客官 你在干嘛 客官 你在干嘛 客官 我没干什么 你的题相忘了 谢谢啊 不用写 老师说 助人为乐 走 带我包 好 想亲去了吗 我想起来了 拜拜 我去打听一下 人间的白菜 老夏 给你问个事啊 万圣街怎么走啊 万圣街 您往前面的路口 往右走 鱼儿 有个好姐妹 叫东美 她可能知道 鱼儿的下落 她家 在城南 灰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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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干嘛 这 怎么了 你踩我紧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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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包子 一个包子 老板 你说 这两瓶鬼子 到底在抓谁呢 杀起他 谁知道啊 说不好 慢走啊 谁啊 秀文 你是东梅吗 你们是谁啊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是戴隋昌先生 让我们来找过你的 我不认识什么戴先生 王太太 我们找你问件事 什么事 玉儿出事了 玉儿出事了 玉儿出什么事了 鬼子正在到处抓她 这鬼子抓她干什么呀 这说话不方便 我们去那边说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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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老板 我把周钱给你了 我把周钱给你了 年轻人 也不能松开 不要谢我 做了好人好事啊 我在心里 太爽了 谢谢 谢谢啊 这位大哥 我就跟您说句实话吧 我已经半个月 没有见到玉儿了 我还真不知道 她现在的情况 我也正牵挂着她呢 孟太太 麻烦您再仔细想想 玉儿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 要不然她就死定了 好好 东梅 我男人来了 我得走了 孟太太 你先不要走 我们还没问完呢 可是我男人来了 你们这是干吗呢 我说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 东梅她现在已经从良嫁人了 你们还追到家里来纠缠她 我跟你们拼了 不不 老叔 你别捣乱了 不不 不要害怕 你动手 老叔 今天好 就是你 我认识了 大公 你别动手 老叔 老叔 你别动手 老叔 老叔 你别动手 老叔 老叔 你别动手 我今天要跟你们拼了 老叔 你真来误会了 老叔 我们是新四军 新四军 真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我们是来找你太太 了解一下玉儿的情况 玉儿现在很危险 老公 玉儿出大事了 怎么不早说呀 打鬼子的人 我佩服 快 屋里请 不用了 我们问完就走了 东梅 有什么你就讲什么 别耽误了人家的大事 这不正说着呢吗 全部都被你给搅和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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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不好 打扰你们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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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玉儿啊 他有个相好的男人 臣冲白吗 不 不是他 是个和尚 和尚 玉儿和他私定重身 你说会不会两个人私奔了 是哪儿的和尚 广福寺 叫法明 小伙子挺精神的 玉儿啊 是真的爱上他了 广福寺 这就对查号了 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们一定要为我和玉儿保密 毕竟这件事情 说出去也挺丢人的 玉姐 我们赶紧去广福寺了 好 对了 王老婆 鬼子的狗鼻子很灵 我担心他们很快就找到 你们这儿来了 最好到乡下去避避风头 我又没招惹他们 我凭什么要躲呀 老公 我们还是躲躲吧 鬼子就是一帮畜生 哪会跟你讲道理啊 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店 我绝不走 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那 那你们就多保重吧 打扰了 谢谢啊 走 走 走 出来 出来 你的 叫东梅 你们要干什么 凭什么带他走 放开他 放开他 不要打我老公啊 真显得了 鬼子来得真快 我们差点都遇上了 沈科长 咱们不能这么早了 得救他们 怎么救啊 你们你们是冲我来 鬼子这么多人 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 不要打我老公了 放开他 别打了 不要打我老公 我看你们平了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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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不能去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也想救啊 但是咱们救不了啊 不能因小事的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这样被杀被抓 你们还是男人吗 对不起 老公 我们要去哪 不能先救命 小爱 那我看见自己是 我一定会被你们 很幸福 你必须 你必须 都丢不掉 到底该怎么办 星星好 星星好 大姐大爷 给你 这不要钱 送给你 拿着吧 大爷 你就别逗我了 我不敢要 不敢要 我明白了 那要不这样 咱们俩做个交换 我拿这个 换 换你这个碗 我算是明白了 你是想抢我的饭碗 这是我的地盘 滚 你拿这个破碗值什么钱 你拿着这个 滚滚滚 滚滚 再不滚 小心我的打滚碗 滚 你 你发什么脸呀 这东西要是 你这好东西 我算是看清楚了 咱们两个都是脚滑子 我穿的破 你穿的好 所以要不到钱 到我这儿来捣乱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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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温柔的 要有女人味道的 起来 起来 这 怎么又饱了 不好玩的 轻一点 哎 姑奶奶 阿拉绝对不快再逃了 阿拉密疏处身 只有身份的人好不好 这 阿拉这个被养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要去上厕所 我先给你绑着 回来再给你踪吧 老实点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站住 你的手就要叼了 谢谢 等等 你有事吗 我们在哪儿见过吗 没见过呀 你好像很害怕 我男人出去办事 一直没回来 我很担心 这下子还来啊 对不起 我走错了 我有划热 再挤 hal 回未能 灯子不小吗 挖 Law 蹚仍然这样你还想躺 嘣 Leb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月儿 阿拉看见月儿了 月儿 什么月 吐着阿拉挺像那个婊子 连个人影都没有 做梦吧 做什么梦 他走到咱们这个房间了 在阿拉眼前逃走的 他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不是眼花了 快起开了 去追呀 他肯定没有走眼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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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这个小婊子 刚才在阿拉眼前 现在就找不到了 你刚刚看见一个女人出来吗 没有 站住 你干吗去呀 找月儿啊 你咋也就找不到 太奇怪了 走 赶紧跟我回去 不行 你走这边 阿拉走那边 咱们分头性的 不相信找不到这个小婊子 戴隋昌 你给我演戏是不是 演戏 老友 你想抛下我自己走 我告诉你 没门 吴皇盖寺阿拉真的看见月儿了 你是青光爷还是白内障 阿龟 你说咱们这样漫无目的地找 能找到戴隋昌吗 哼 日本人费了那么大劲都找不到 咱们却能找到 那还不如找个酒馆 去 来 老子的看见了 那搞 老子的看见了 王甘寺 阿拉看见月儿了 怎么不就不相信阿拉呢 别跟我说了 赶紧回去 走 你 走啊 戴隋昌 他怎么会在这儿 王甘寺 再不追 就来不及了 戴隋昌 你要再这样的话 你信不信 我想崩了你 老子要立大功了 老子要立大功了 来 行 来 行 来 这个 王阳 你们怎么出来了 沈阁长 四哥擦 阿拉看见了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回房间再说 好 好 走 同官 里边请 同官 你给我死盯在这儿 我马上回去报告站长 行 我走之前叮嘱过你 看见带隋昌 你跑到客栈门口干什么 你很容易暴露的 我 四哥擦 阿拉看见月儿了 我不管你看见谁 谁 玉儿 玉儿 对 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没看错 阿拉怎么能看错呢 这婊子把阿拉害苦了 我们刚才还在广福寺 去找法明 没想到玉儿在这儿出现了 他人呢 在阿拉眼皮子底下 跑掉了吧 这你都跑了怎么办 你们两个赶紧去追 或许能追到 我在客栈了解一下情况 好 我们走 走 此时法明没能扔掉蹄箱心急如焚 他明白 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这只装满机密文件的蹄箱 随时会给他和玉儿招来杀身之祸 来 下一个 精神点儿 啊 知道吗 是 是 喂 站住 下一个 好了 走吧 你 干什么的 干回去 什么东西 好了 就 下一个 就是一些衣服 衣服 来 下一个 打个检查 为 为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子执行公务还要告诉你卫生 打开 不是 不是 长官 我这锁坏了 我正拿去修呢 锁坏了 下一个 谁谁谁 谁谁 哪 锁坏了 行吧 走吧 下一个 下一个 来 拿着 有老子撬不开的锁 来 下一个 爹 走吧 带两件衣服你就敢上戒啊 走了 来 下一个 好了 走吧 太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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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他有手伤 太决定了 早到月了 在城里啊 转了好几圈 根本就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女人 私自交臂 私自交臂啊 沈科长 你这是什么发现吗 没什么结果 我看哪有什么玉儿 根本就是戴随昌 自己想逃跑 沈科长 阿兰对天发誓 玉儿真的来过这里啊 难道 玉儿就藏在这店里面 是那边 是那边 你管得到 谢谢 谢谢 客官里面请 里面请 客官 小心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总算回来了 急死我了 对了 那个货还扔了没有 总算扔掉了 只有偷不到的银子 没有丢不掉的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不在我们手上 就不怕被人惦记了 对了 刚才吓死我了 我遇到一件怪事 这家客栈有问题 什么问题 隔壁关站一个人 好像被绑架了 糟了 咱们赶紧收拾东西 快快 收拾东西 客官里边请 里边请 里边请 老赵 赶紧找一下掌柜的 把这两天住店客人的情况 仔细查一查 好的 不好 沈科长 有情况 什么情况 刚才我看到一个人 鬼鬼祟祟的 神情慌张 是不是被你们盯上了 那人长什么样 没什么特点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 就好不小心碰掉了他的帽子 是个光头 可能是个和尚 和尚 你说 这个和尚来咱们店里干什么 其中肯定有鬼 如果玉儿真躲在这店里面 那这个和尚 肯定就是发明了 这和尚就在隔壁 走 走 好 你们谁啊 对 对 发明 我 我不是啊 小剑子 阿拉祖算带到你了 做过了 什么都没有 发明 陈崇白的提香在哪儿 什么提香 我不知道 放屁 那提香是阿拉的 沙拉的陈崇白帮帮藏着的 你 那水肠 这点一个和尚 你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啊 我再问你一遍 提香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提香 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我说 我说 最近这点时间 喝水 慢点啊 慢点 来 这有个箱子呀 这有啥好奇奇的呀 肯定是有人都在这儿啊 看看 看看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啊 别动 千万别动 为啥 这么好的皮箱子 谁会贫乖无故放在这儿 你想想 这两天城里乱哄哄的 日本人到处抓人 这里面该不会有炸弹吧 这这 炸 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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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炸弹 快快 就这个炸弹 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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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实话告诉你们 我们是新四军 你们是新四军 那只蹄箱 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把它拿回来 绝不能让它落到鬼子手里 好 我说 那蹄箱是我偷的 是我偷的 陈崇白 说他藏了一个宝贝 我就以为是那个蹄箱 我想偷了 给育儿赎身 哪知道一撬开 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还是什么绝命文件 我是吓坏了 我怕惹祸上身 就给丢了 呸 那我撒谎 那我肯定没有人藏起来了 我藏他干什么呀 对我和鱼儿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是个祸害 我真丢了 刚刚才丢的 丢在什么地方了 我记不清了 我 我带你们找去 走 走 走 快 走 那边 那边 怎么回事啊 有人放了定式炸弹 要炸鬼子的军营 胆子真够大的 有种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就在那只箱子里 听说连鬼子的菜蛋专家都来了 那 那就是我扔的提箱 你没看错 绝对没错 我就把提箱 放在那个垃圾桶里了 鬼子把手提箱当炸弹了 这下可热闹了 明杰 怎么办 怎么抢吧 打得个措手不及 再不动手怕来不及了 老周 那什么军营 鬼子献兵第二番队 大概有一百五六十人呢 那如果我们动手 不见抢不回提箱 而且咱们 一个都别想活着回去 你说你哪不能扔的 你说你哪不能扔的 你偏把提箱扔到鬼子军营旁边 我 我要早知道 我就扔给你们了 我还担心受怕的 我还担心受怕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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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快快 拿个你把个当男友 完了 被鬼发现了 娘的 体脚落在骨子手里了 这下没辙 鬼子发现了 这提箱里的绝密文件 一定会立刻上报 咱们要不赶紧抢回来 不然就真的没辙了 怎么抢啊 这里边一个鬼子想分队 见面森严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根本冲不进去 还抢什么提箱 你们看见是谁扔的箱子了吗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们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这儿了 我们知道 走 走 老周 你的人里面有没有会说日本话的 我就会 好 一会儿弄两套鬼子的衣服咱俩混进去 不行 莹姐 这太危险了 接着苦苦拔牙啊 我当然知道危险了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 那我也去 还有我 我拜托你们 你们就不要添乱了 人越少 目标越小 撤离的时候就会越方便 对 你们留在外面 建议我们 好 还有 鬼子查到了这个全秘文件 一定不会久留 要么会送到上司那儿 要么上司会派人来取 为了一番万一 老周 让你的人在必经之路布置好 行 怎么回事啊 就这样 分头行动 好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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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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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舖 你们可真有种 沈阁掌这次的陷阁冒大了 英杰 你们两个非要平衡回来啊 老周 咱们直接找那个分队长的办公室 不计提下来 英格在哪 好的 沈阁杰担心夜长梦多 不敢拖延时间 只身闯入了鬼子内部搜寻 可是他不懂日语 立刻遇到了麻烦和威胁 不敢拒绝了 而且是生命的 还才会知道 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要专门的 是什么 我又不敢拒绝了 我会拒绝了 走 昨天末恢复 凌兵 凌兵 小篇 百分之大 五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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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飓 五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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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飓 五飓 五飓 快去报告 鬼子过了大石桥了 是 快去 沈队长 没找到提香 不可能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 肯定藏在分队长办公室里 就这么大个地方 能藏到哪儿呢 接着 盖寺什么东西啊 这是保险柜 要有钥匙才能打开 那赶紧找啊 老三 情况不妙 鬼子车队来头不小 来得这么快 沈科长他们肯定更危险 怎么办 再等等 老周 你快点啊 钥匙都试固了 还是打不开 不行啊 肯定还有别的钥匙 快找 沈队长 怎么办 快 试试这个 没错 就这个 放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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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着 被鬼子发掘了 咱们出不去了 站起来吧 快撤回去 好 快跑 快跑 快跑快跑快跑 快跑 沈队长和老舟出事了 别乱来 我们在门口动手 新鬼子的注意 好让老舟和沈队长他们撤出来 你看鬼子的阵仗 咱们现在出去动手等于送死 根本救不了沈队长 那 那我们就在这赶等着 放屋 你先回客栈 别再耍手耍脚的 我不 这事是我惹出来的 我得跟着你们干 我得跟着你们干 沈阁长 鬼子这样闭字式的搜查 我们很难通人 他们瓮中桌边 咱们就浑水摸鱼 这什么地方 鬼子在储藏室啊 对啊 咱把鬼子引到这儿来 信他们注意力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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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退出 reefs 你说什么 你们干的 快点点 我怎么还没见过 我是跟沈阳村的分子 突然走 你怎么会被捕的 这是我给赛徒书三人 捕捉的 捕捉吗 放开 快去 是 这个董事的董事根本没地方都藏 这只蹄香太惹眼 先把它藏下来再说 好 走 走 走 不要哭 干杯了 你还在等 有机商 索 索士兰 对对给收到的 给米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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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你们有哪个部队 是谁的 警察系列们 那家伙让咱俩请进 鬼子开会咱们斩杠 这太搞笑了 这太搞笑了 赞藤秀沙 被杀了 被杀了 被杀在第二队的 中队队队 被杀了 被杀了 杀了 杀了 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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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undred 凡 嗯 我知道 中三哥哥 今天有人出事 那两人是有宜人吗 中三哥哥 你都没想到 为什么他们有犯了 材陀哥被杀人杀人 没有什么事 你们都不知道 不认识 他们没有人杀了 他们没有其他目的 斎藤君有一个箱 这箱里有我们 南京政府的秘密修理 斎藤君杀了之后 那箱也亡灭了 那朱先生的意思是 敌人的目的 秘密修理 说什么呢 这个秘密修理 在前科党的 战局的关系 一旦敌人的队 我们是 帝国的犯人 伯伯 我已经在这里 证据了 幼记者不见了 我已经逃过了 不是 斎藤君杀了之后 立刻拒绝了 立刻拒绝了 犯人是逃逃的吗 我去逃避 我去逃避 你一般的指揮官 同时 大臣被杀了之后 立刻拒绝了 犯人是逃避 但是你逃避 你没有什么 你根本不符合 你根本不符合 干什么 我根本不符合 我现在 我会务力 我会务力 铸藤君 她的东西 已经看了 新的指揮官 推荐 不要 再来 我会务力 请 请 请 你 我会务力 我会务力 你 我会务力 你们都心疼不得 你们现在的任务 是 犯人捕捉 把人捕捉 把人捕捉 是 把人捕捉 怎么办 大人 外面被捕捉 走 来 浩雪 差点让鬼子发现了 赶紧想办法混出去 快走 好 compliment 来 快快 走 寒 我 住